中審法院,早前扳令,要求政府兩年內設立一個同性婚姻替代框架 框架而已,會不會邁向同性婚姻合法化呢? 這個還有少許商討的,很長的路走的 日前何君堯議員去信委員會,認為裁定顛覆了中華文化和傳統家庭的價值觀 真的很大,我都害怕 顛覆中華文化,就是國安法,要找DJ 質疑中審法院單方面改變重大的公共政策 如同迫使政府兩年內設民事的結合登記制度 他明顯是潛越了行政主導和立法會的立法地位 認為這個做法是屬違憲,要求人大釋法 這四個字 但又是這樣,香港是三權分立 現在法庭的判決只不過是要求政府兩年內設立一個同性婚姻替代框架 但何君堯,你自己都作為律師 你這樣去判決一個法庭的判決 一個這樣的命令 我覺得是不是有點不適當 因為這些是法庭的判決 你這樣公然 去否定他這個決定有機會 甚至是違反什麼的法例 那你自己又作為律師 我覺得又不是太當 你問我呢 當法庭判決之後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給意見 當法庭還沒判決之前 你就不可以給意見 因為你會影響法官 沒錯 法官都判決了 這件事已經成為事實 你去給意見 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就是跑去一場馬 你站得好 其他不好 都可以的 你說何君堯是律師 為什麼你不尊重法院 你竟然還要去質疑他 就說他可能隨時違反中華文化 很大件事 所以何先生和何律師 這段時間是風頭等的 是否另一個人又要搶著他 還是他搶著葉劉 他又搶葉劉 不斷格劍 因為首先你講到釋法這個問題 其實說真的 這些雞皮算是 什麼同性戀 你用什麼在上面釋法 很有空 葉劉都說了 這些事情都要釋法 如果何君堯在外國 英國、美國 他是不是應該是極右派的議員 同性戀者全部都要死 他之前說了 何君堯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他對這個議題 那麼敏感 就像我對這個的士 剛才有些自己也說 他說Ford曾經被你的的士傷得很深 我也真的傷得很深 何君堯對這些同性 那麼有介紹 我肯定他曾經 你知道有傳他身邊 有些人都是同性戀者 我們不知道 沒有辦法證實 那些人是這樣說 但他每次看到這個問題 上次又說要死 又說要殺 很不合當 跟一個律師經常說這些 其實他在會裡面也有去說 他就在說 你們終審法院這樣去做 是不是指導了我們特區政府 不用行使這個行政主導 不用這個行政主導 那三權分立 那法庭和行政不同 他說國有職責 這個這麼重要的問題 我們不用諮詢民意嗎 不用問社會各界階層的人 怎麼看 他說即使基本法 第23條立法 屬於憲制責任 特首和保安局都說了 會在立法之前 諮詢民意 他就反問為什麼 終審法院這次想做這個 同性婚姻框架 其實只不過是 他說你又不用諮詢民意 他說了就算了 他有沒有問過我 真是厲害的 這花樹 有沒有問過我 終審法院 有沒有問過你 我不知道他指著誰 可能指著Virginia 有沒有問過你 有沒有問過我 有沒有問過他們 兩年內你叫政府 你又是sit 這個真的很離譜 現在當政府是狗 叫你sit 你就sit 這樣說話又不是 法院叫政府整個框架 他就要整個框架 何生就說 你有沒有搞錯 這樣也要聽法院說 叫你坐 你就坐那麼聽話 有沒有問過我 有沒有諮詢民意 老實說 其實上一次 何君堯這樣去攻擊葉劉 和他的政黨 葉劉親自拍了一條片 出去解釋 他也有說 其實他都認為 同性婚姻合法化 葉劉認為 在香港是不可能的 其實現在說的不是說 同性婚姻合法化 那時候只不過是說 有個同樂會 葉劉去做主例嘉賓 你就說他違法一些什麼法 然後葉劉就串他 你說如果真的違法 DJ一早就做了事 現在沒事 還順利做主例嘉賓 但是問題現在 談談框架 應該是怎樣設定 沒有說要同性婚姻合法 那次葉劉就是一宗還一宗 政見或者各樣不唯一宗 不要亂說 他已經去到多受歡迎 運動場館裡面 去到多了還是什麼 對 各位都說 好棒 為我們發聲 這麼說 零食 我沒見過葉劉 選得這麼開心 出席公眾場合 很厲害 拿光環 就是這樣 另外有經文聯 梁美芬 他是什麼立場 他說同意 他也是大律師 他說同意 要為不同性傾向的人士 建立共融社區 但是擔心 這個政府會矯枉過正 就稱內地1950年 已經實施婚姻法 外界擔心政府被意見帶走 他說絕對不是某些人所說的邪教 強調香港要維護一夫一妻子 排他性的婚姻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好像都說了 他又要共融 又要共融 你又要把他 要為你們的性債向 然後又要拿回中華 這些是世界KID 大小都買兩邊 一夫一妻債 八家樂妝 兩夫債不行 兩妻債不行 他說質疑今次裁決 反對同性婚姻 他又贊成民事結合 他說 你知道年輕人不懂 就會弄亂了大龍 怕你弄 但是 怕你分不清那些 大於18歲都說他分不清 所以政府幫他解釋 要規定兩個男人不准結婚 兩個女人不准結婚 我想說 已經這麼大 人合法年齡性 思維性已經不同了 你說小孩子就監管他 就說你已經成人了 拿了身份證 他衡量什麼 他自己有自己思維 感覺上香港經常說 強調自己是國際城市 之前曾經說是世界中心 香港你好 歡迎來到香港 又說包容又共容 區區這些同性議題 其實也不需要弄得這麼嚴重 不過我們都明白 因為台灣那邊 就是同性合法化 同性婚姻 內地當然不合法 英國也是合法化的 英國應該也是合法化的 對不對 這個不知道 你記得婚姻回來的 沒有 我沒有結婚 我們玩玩而已 但是如果香港合法化 就跟台灣一樣 這個政治上當然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內地也不容許你這樣做 但是我經常覺得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人 你說是否想爭取香港 同性婚姻合法化 我想這個也是太長遠 現在可能他只不過是爭取少少的 一些權益 又或者有些人士可以有一個平台 在同樂會上面 就是玩一些競爭 可以發聲 沒錯 但是都已經似乎 都那個反對的聲音 尤其是韓君堯這些 政府相對民主黨來說 是正在開著綠燈 對 給他一個大型的地方 那台他借的 對 最少葉劉、葉太 他本身行政立法會 照大人 最重要的是民處的地方 你租場給別人 你租場給別人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沒錯 場地和嘉賓都是政府的人 簡單說一句 很明顯 德哥說的都已經開了綠燈 是嗎 容許他存在 再進一步 會否定立同性婚姻合法化 這個政府 還有段路要走 有段路要走 如果政府對於這件事 都處於一個 不是禁止的態度 因為那些場館 政府康民處批 那為什麼港台那邊 又要撿走了自己人的節目 還是純粹是港台那邊的上司 自己 自己自我審查 如果不是他現在 因為那時候還未辦同樂會 他再看這宗新聞 不是的 葉劉都做主題嘉賓 梁紹輝做過自己人 現在回想想 是否覺得不用剪 葉劉都可以做嘉賓 會否重做 可能他們那時候 未必在上面收命 如果這樣去想 可能他們自己 自我審查 覺得這些節目不行 不然何君堯又說 要叫衝鋒車 就剪掉它 最近我們經常回顧 一周年回顧我們DBC的事情 高譚闊亮 大班都開了 日米都很精彩 那時候DBC開台 德哥應該都記得 我們有一個台 有一個節目 專門為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 印尼、菲律賓等 工人姐姐也有 普通工作也有 那時候很受歡迎 很多姐姐在聽 認識我們 那時候還是叫DBC 大班領導之下的DBC 一樣是少數民族 一樣是少數東西 很受歡迎 這些共用東西 那你沒辦法 你融入社會 大都會的年代 你就什麼都要齊 世界的方向就是這樣 至於這個新聞黨主席 葉劉淑儀說 政府如何落實裁決 他說 這個終審法院的決定 已經是終局了 因為終審法院 看不到中央政府 會怎樣釋法 凌駕法院 他認為釋法是非常嚴重的 每次都會引起爭議 不應該隨便要求人大釋法 聽到何君堯 每次都說要釋法 你一釋法 你推翻了中審法院 那個 不要緊 我覺得中審法院 被人大釋法都抹了面 三四次 還有什麼面 但是需要不需要 為這些雞皮算事去釋法呢 何先生又覺得是重要事 如果 如果 我們中國 中華文化傳統三千多年來 一夫一妻制 我不相信以前沒有機器 有不跟你說 這個世界 以前也有 以前好像那些私人 那些酒客 那些竹林七言 都是大家互相 輕輕可我 赤身露體 在山寸水秀的地方 一起喝酒 慶祝 在草籍的地方 免壞 對 確實有 我們讀生物 人性方面 是有不同的取向 對 但這個取向 我們也說 是沒有得強求 沒有得轉變 沒有得迫 沒有得迫 有很多 與生俱來 小時候就知道自己的性取向 讀小學已經知道 對 有些人是喜歡 他是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你不能迫他去喜歡 有些人喜歡打麻將 有些人喜歡打麻將 有些人喜歡賭馬 對 你不能迫他去喜歡 或者迫他去不喜歡 糟然兩人都喜歡 你賭馬和打麻將 我是雙性人 兩邊 我真的認識一些朋友 是兩邊都可以 真的 那些叫做 外國有很多 敗什麼敗色 還有很多 阿德哥清楚了 經常去英國 你好像夏天又去了 聽說 應該都不是清楚這些 大哥 那邊很多 我不是看沙士比亞 大英博物館 那些東西 我不是看雙性 那些東西 彩虹旗都有看 對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